主席 各位好我們現在開始在項鍋了 大家請大家起立 走 大家請坐 各位鄧親大家平安 我們這個口是要說什麼 我們這個口就是我們國外 很快的未來都會做一個很大的公務員 做這個公務員我就不可以做了,要怎麼做 這有幾個完結 你愛上去,你知道嗎? 你們手上有一個韓非子的講義嗎? 這個韓非子的兩千多年前 他就下這篇 國家的面膜四十七的 他有下四十七條 這四十七條,你一條一條下去看 所以要說這四十七條以前 先要說這個人的心理 心理學 這要心理學你要知道 為什麼明太祖朱元璋成功了? 要有大砂工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就先說那個大砂工程 這種事情 在中國的歷書上發生困難變 漢高祖、劉邦、台、韓信 最大的工程和太史 這一定有原因 我現在說現代人的事情 說給你聽 我們說中概祖 中概祖的出心 聽說他有去日本讀軍校 那個軍校是士官學校 但是現在應敖成軍官學校 沒關係啦 英國說中概就中概 但是也沒有必須 沒有必須 去日本 現在又跳回中國 去上海 去上海做什麼? 去開郭票行 郭票行又開一個多點 走到裡面 去廣島去找孫龍山 孫龍山那時候 剛才他的新兵也有陳炯銘叛變 他坐一台軍艦 陳炯銘不能打死的地方 當時人家不會走 村的人大家都走 政府跟他做這個時候轉去找孫頂山 現在有一個鄉民大家都知道 他在那孫頂山的旁邊攜牆 他站住了,穿軍裝站住了 但是旁邊聽說還有一個王晶輝 王國洗照片的技巧把王晶輝洗一個簿去 這個孫頂山就認識了北京日本留學的 軍校留學的這個軍階教 這是頭一個他的境界,他遭遇 當時他還沒將館 你們要再聽到一句話,孫頂山說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有聽到的人稍微笑一笑一笑 不在少數,就是說很多人聽到這個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那孫頂山,頭上壞去的時候 怎麼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第二個原因很簡單 15.Russia 一個1900一青年 列寧革命成功 推翻了沙 encry Snap 他执行的就是共产主義 他执行共产主義 共产主義太好 對人民太好 這個要提供到世界各國 他要用一個國家的力量 成立一個叫第三國際 什麼叫第三國際 這第三國際就是 王國錢、王國武器、王國一切 去集圓另外一個國家 讓他變成共产國家 這為什麼共产主義 一聲怎麼擴張著那樣近 會最重要的因素 這個共产主義 怎麼可以不記得中國 他當然不會記得 所以派人來中國 也叫台灣 台灣也有去這個索連去 賀這個 賀這個共产主義 就是射殺紅 射殺紅就是 射殺紅是一個女孩子 男孩子 男孩子 他去上海 看到人老父在那裡 射殺的電腦 所以他改名 改做射殺紅 在雪上面的紅色 雪紅 射殺紅 射殺紅 日本人做反應 如果這班是中國人的班 就有反應做法文 這班是意大利人的班 就有人反應做意大利文 很多時間 就把這個共产主義傳播出去 所以 這個 索連 來跟孫陽山說 我準備 要給你一個滾坑 要給你一個滾坑 這個滾坑 這個滾坑 叫做黃埔軍校 你要注意 黃埔軍校 不是中國人捨的 是 索連人 退中國人捨的 這個結局 大家知道的事情 有落差 但是你可以再去 事後再去調查 現在 要寫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還不 孫陽山 你介紹一個人 來做校長 孫陽山在旁邊就沒有人 他還有一個 叫做金蓋鳥 還不 金蓋鳥 你去莫斯科去收分 收分幾個月後 回到中國 就成立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成立的時候 周恩來 做教部長 教部長 教部長就是 等於副校長 教部長 所以 黃埔軍校是這樣來 這個由來這樣 所以 以後 台灣的 將軍 去到中國 他們都說一句話 不管是 國軍還是共軍 都是中國軍 你們這句有聽話嗎 大家都有聽話嗎 國軍跟共軍 藍藍藍做一個 就是這時候就藍掉了 因為 蘇聯拿錢出來 不只錢 母氣 但你要 心想 以外 還有一個 蘇聯到冬 一堆蘇聯到冬 教你怎麼看 黃埔軍校成立之後 我們就開始訓練 這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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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訓練之後 不得了 這 我在寫台灣歷史的時候 在17世紀 所以 胡蘭人 跟這個英國人 他們說這句 真 驕傲的話 他說 我們兩個 胡蘭兵 或是兩個英國兵 都可以打敗50個中國兵 這有碰巧嗎 沒有碰巧 沒有碰巧 有時候我舉個例子 給你聽 因為你說有 我就要插路說 這個 人生說來台灣 用25000名屬兵 這大家都知道 來打台南 台南有多少 胡蘭兵 最大的時期 胡蘭人在台灣 都做2000名 包括文官在內 胡蘭人有2000名 如果在台南地区 絕對不超過1000人 你揚路25000人 來打1000的人 還打10國 是不是 1比25 這就是 你如果說 我們很驕傲 鄭成功 打敗荷蘭人 但是你揚路25倍 以上的人力去哪裡打 現在說 二十世紀的中國 不是這個 黃埔軍校 訓練著的人 全開始 免國十七年 一九二八 北伐 這個北伐 請問有遇到什麼 派人嗎 有哪一個出名的戰役嗎 全都沒 一隻核核核核核核 carbohydrates 到HMA 為什麼 為什麼 無人要們姓 軍阪貼是很差的 理由很簡單 如果 YOU找人唯一下 對方體格比你重10公斤 要重20公斤 小心 沒關係 但是對方是你的25倍大 你如果說60kg 它是600kg 700kg 要怎麼打 要打 導航就好 所以順順順順順 因為怎麼會這樣 黃埔軍校用的武器是歐洲的武器 他們的劍術是歐洲人的劍術 阿蘇聯高官在旁邊 所以一聲就打到南京去 打到南京之後 念在北京那邊 有些人的意志 意志就是我機子換到你的機子 換到你的機子來導航 就說我哥歸順你 所以一聲就打到南京去之後 整個中國就說通一了 現在 這個就是黃埔軍校 陸軍軍官學校 我記得這個 孫庸山 這個 蔣介石 這個蘇聯大鼻子 周恩來我不會看 所以不說應該在裡面 這個 黃埔軍校 這是 黃埔軍校 制名叫做陸軍軍官學校 因為黃埔那個地方 所以叫做黃埔軍校 黃埔軍軍官學校 黃埔軍軍官學校 這不是 這叫做掌權 他打到南京去 掌權 還打到南京去到 一個人沒有掌權跟掌權有什麼變化 他的變化說給你聽 他的變化就是 他想說要更爬上更高一層 要爬到更高一層 所以我給了一個例子 請問中華民國是誰創立的 誰 中華民國是誰創立的 孫中山 這讓我討論給我誰敗 袁世凱 袁世凱革命成功 袁世凱首長軍權 他就是軍事政變成功 武昌企業的時候 孫中山的支架歌不知道是跳舞 所以袁世凱時軍事政變 一聲就整個中國都整一冠 他做到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 不是孫中山做首任 孫中山是自稱在南京 做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但是袁世凱說來來來來北京到省小 所以他就走去北京 大總統是袁世凱 袁世凱 袁世凱做總統之後 心來掌權了之後 心有變化 這就是我們愛打的地方 去什麼變化 他想要做皇帝 所以紅線稱帝 在紅線那一年 他就做皇帝 但是這個人 袁世凱 他就寿命短了 八十幾天就騙了 八十幾天騙了 八十幾天騙了之後 這幾個中國 四分五裂 有軍官的下方也不理誰 現在就是中華州出面了 中華州現在有優勢的武力 優勢的武力 佔到江南一帶 為整個中國要出發 出發的時候 他主力是什麼 共產黨 所以 蔣介石 竟把 恩人當仇人 舉行一個問題 叫做清黨 清黨你們不要聽到嗎 不是喔 清黨就是 只要國民黨 其他黨都不要 都要清掉 所以 開始 屠殺 共產黨 屠殺共產黨員 這叫做清黨 你 國旗 什麼叫清黨 蔣介石做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人要不掌權 跟掌權之後 會区別 他想要過得更進一級 人家要做什麼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 轉為做一個獨裁者 清黨 我們現在要說 東方世界跟西方世界 文明的差距 我總覺得在春秋戰國的時代 華人的思想 很優秀 各種的學者 各種的學說 各種的學說 都照照出來 西方世界 兩千三千年前 他們就沒有出現一個 參加中國的親史皇 親史皇實在是很不簡單 他是一個國家 但是有辦法打敗其他的六國 統一全中國 變成一個國家 這個親史皇實在是很厲害 當然親史皇是用什麼方法 有他們 他們阿公 就是秦孝公 秦孝公利用商鞅 變法 法家的思想 然後到秦史皇的時候 國際地位 各種都很穩固的之後 他到有辦法統一六國 看董事的這個 歐洲 就沒有這樣 董事的歐洲就沒有這種 秦史皇這種人材出現 所以 所以這個 歐洲的進步 出現了自愛的情形 但是在東方的這個 中國 你這麼進步 怎麼會到 變成十七世紀 二十五個 一個 兩個荒蘭兵 可以打敗五十個中國兵 怎麼會這樣 怎麼差那麼多 有道理嗎 沒有道理嘛 你跌到那裡招 你現在跌到十七世紀 你怎麼會這樣招 什麼原因 西方世界 他們的思想 第一 五一七年 十六世紀初 十六世紀初 有一個叫做媽丁羅頂 一個團告書 那時候羅馬告紅 那時候基督教很大 因為 每一個人都有罪 你要來買贖罪券 你如果買贖罪券 你的罪就消滅 你皇后新來賣一千塊 一萬塊 十萬塊 來賣 你就消滅 你的罪一千 一萬 十萬 拿越多錢越好 消滅的罪越大 這個馬丁羅頂認為 他是騙人 但是這個騙 到今天他還在做 因為那個罪罪券 就是我們台灣的 秀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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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秀金座 你是騙誰人 騙自己 所以我們大家要知道 這個過程是騙人的 還是騙一個心安而已 其實沒有 但是現在變本家裡 我看電視在說過 現在有金座爪 你秀金座 你秀金座會比較厲害 所以大家 要有自己的訴訟 不要讓兄弟弟姓 後來 後來 因為 1517年 英後一千年 有馬丁路德出來講話 所以 你 九封要抓他 抓不到 他受到 德國的貴族的保護 無封抓到 無封抓到 喔 這個人說 九封這麼晚 不用封抓到 要怎樣 大家就嗅他 就說 地球是贏的 你知道中國人 地球是贏的 到19世紀 你都知道了 地球是贏的 告訴你 你如果地球是贏的 上帝你把它放在哪裡 都不可以放在 所以 這個就是異端邪說 這地球是贏的 這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哥倫布 他在思考 他們那時候 不去印度 去印度 是在北尾十度 北尾十度 都到印度 所以 他如果 為歐洲這面出發 往西一直走 沿著北尾十度 就會封到印度 怎麼會知道 他走九十天之後 遇到一個小島 這個島 現在叫做 West Indian Islands 西印度群島 這 西印度群島那裡 跟印度差很遠 遇到的人 你們這些人是印度人 印度人 印第安人 那漢不去犯罪印第安人 這是 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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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無關 就是變成印度 令人 這個 哥倫布 發現新大陸 這是全世界 最最大的探險活動 要收多少錢 這時候 因為有 哥倫布 退贏發現新大陸 結果 今天 這個 南北美洲,總共有22個國家, 香港西班牙文的公圍 你看那些影響力有大嗎? 這些家庭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南北的那些國家, 全國都說西班牙文 到了八世公普陀牙文 本來美國的家庭也是西班牙人的殖民 那些地名很多都是西班牙文 Centriago都是西班牙文 這個歐洲世界因為經過了1517年的 推翻,不是說推翻 1517年馬丁路德的師匠 所以歐洲世界的師匠蓬勃發展 你要說黨可以,你要說黨也可以, 你拿出土地出來 所以他們有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 有工業革命 一步一步進來 所以歐洲進步 歐洲進步 但是你如果說到中國 在黨方的中國 這個時候是什麼? 歐洲什麼方式來處理? 所以中國人發明一套 這就是 漢高祖、漢武帝 漢武帝他看到秦始皇 他本來就是要做始皇 他二世、三世以致無窮事 結果到三世就完蛋了 漢武帝問群臣 我有什麼奉還? 有什麼奉還? 有什麼奉還? 在團二世、三世、四世到無窮事 其中有一個人 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他說儒學、儒教 就是孔子的孔孟學說 孔孟學說就有辦法幫你 帶你去這個境界 他說為什麼? 漢武帝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儒學武功 是軍軍軍澄臣、父父子子 什麼算是軍軍澄臣、父父子子 就是說 病對老闆優惠 遊戲 有如君臣之間 臣對君的效忠 這樣有不對嗎 怎麼沒人陰 沒有不對 但是不對的地方在哪裡 我告訴你 你有幾個老婆 你有幾個君 有幾個國王 哪一個 那如果死了 就找一個比較少的 越少越少就變了 女兒做皇帝 三位做皇帝 你是對孝宗三位皇帝 還是孝宗皇帝 旁邊的姻 阿久姻 阿姨 這個就是問題點 我正常去翻歐洲的歷史 東羅馬帝國 這個王朝 兩千年 中國的歷史幾百年就換一台 怎麼有兩千年的歷史 因為他規定 要做國王的人 一定 要超過二十年 二十歲的成年男子 差不多不行 成年男子 所以每一個國王都超過二十歲 都有辦事靈力 譬如說 我們知道這個凱撒大帝 向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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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刺死 如果刺死 他的王位 攣拼下人 要給他們兒子 他們兒子只十年 那時候跟Cleopatra Cleopatra就是埃及宴后 是一大夫的孩子在非洲 那十個孩子不可以當皇帝了 就叫他的養子渥大威當國王 所以這樣才有辦法繼續 這個王條存在2000年 你如果看中國 中國還出了一招 出這一招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都在這一招的陷害之中 可能你自己沒感覺 他出一招什麼 科舉制度 科舉就是你好好讀書 你如果讀書 你就可以選上 秀才 舉人 近視 光宗耀祖 這樣有好嗎? 答案很好 但是所有的人都得一招之 一招之 一招之 一招之叫四書五經 你如果可以四書五經 你就可以炒招 可以炒招 你可以炒招 你可以做招 對手 為秀才做到進出 所以 要討論中國人很簡單 我要拿一個招肥給你做 一個一個招肥 這個就是為什麽清調萬千的人 中所無告漢林的1%的人 有法度通在中國268年 他無告1% 但是他又有官位給你炫耀給他 拿錢來 所以漢林一個一個導航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 錢跟官位兩項東西 是引誘人脫離他的本來的訴訟 所以漢民族在這種條件下面 你要如何進步 所以原地踏步 所以踏步差到多少 差到就是我們本人的25分之1而已 這個東方要叫蒙古人 蒙古人對漢民族也是很大 他把中國人分類分成十等 人分成十等 一官 一官 第一個最官的做官 二立 做官員 三征四道 做客廠 武功六農 七一八唱 唱就是妓女 九乳十蓋 這做特殊人 是比季昌還不足的人 所以後面 你如果聽說 這個臭老酒 這些老酒都是臭的 這個孔悶思想的 頭上變壞了 所以吃什麼臭老酒 蒙古人 他能打到後天去 如果百年都以統治 有他的特殊的因素 但是在台灣 原住人 一六八三年 派西隆 來打到台灣 拿去台灣之後 原住國 原住一個康世皇帝 看到拿到台灣 他敗在 他說 台灣乃蛋丸之地 得之無所加 去之無所損 他說 台灣若是蛋丸 屁股那麼大而已 得到 不然嫁我什麼財富 打不去我也沒有損失什麼 因為怎樣 他叫到一百倍大的 那個中國 看台灣怎麼看得到 他敗在台灣 但是什麼人要在呢 會失農 失農 失農那時候 我們台灣 世保已經開發的 土隊 有十八萬家 一萬八千家 一萬八千家的 土隊開發 可以種米 種米 種米 這失農 他把一萬八千家 把中間的七千五百塊 把土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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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把土隊建議 他說 派來台灣的歌 不可以做久 做三年 所以台灣有流行一句話 三年歌 兩年末 做三年的歌 對台灣一點愛心都沒有 這種人叫做三人 把台灣 分類界鬥 你們最好不要互好 種種人跟全種人 你們說話 稍微不一樣 讓路去台 客家人和讓路人也不一樣 台 所以各種 引導你內部作亂 這叫做分類界鬥 這邊很久了 山路對台灣比較有影響的就是 不准西眷 不能帶 沒兒子 怎麼不能帶 沒兒子 讓你帶來台灣 無心軍 所以當時有 一種 一種客戶 出來 這個客戶叫做什麼 在賣女兒 女兒 女兒 老婆把你放在布地裡裡 你要出家 要賣女兒 因為台灣缺女兒 我帶一個母親 三線天空座 這女兒給你放在地裡裡裡 但是 你要出家 出家 你的手 可以穿在布地裡裡 去摸 請問你要摸哪裡 夢頭角 好 還有夢頭角 夢臉 夢手 都是在暗 還有夢頭角 夢臉 還有夢頭角 水氣 對 夢水氣 因為水氣 水氣 我們到二十塊的時候 後輩要不患 夢水氣 這是悠氣的 你知道 檳榔西斯都要悠氣的 就是這樣來的 這不是不原因的 要悠氣的 不准席卷 還有一個副作用 我們台灣人 主要跟彼婆祖結婚 彼婆祖是一個母系社會 雜母將館 母系社會雜母將館 雜母 是這個家的家長 雜母 所以 所以 生孩子 要生什麼 對老婆 可以生什麼 因為彼婆祖無神的 關聯 就是對老婆生 有的整個頭 生一個死 所以我們有 一句古早話說 六江死一半 射頭燒幾層 六江 信死的有一半 不是死去一半 射頭 蕭萬長 燒幾層 信蕭要有幾層 不是幾層起下 這是什麼原因 你要信什麼 你要信蕭 我也要信蕭 大家都信蕭 所以幾層都去蕭 蕭幾層 這是萬一人 挑戰在台灣 總下的 分化的因素 跟那個時候 在中國 有太平天國 爬起來 太平天國 是什麼一個 什麼 東西呢 洪秀璇 有一個 在路邊 發現一個人 他賣一分之 這分之 叫勸勢良緣 這是用過基督教師的 所以他看資料 他就說 牙縮是天 兇 我是天 地 我跟牙縮比大 就開始結婚 結婚也很成功 打到東西 打到東西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 這個歐洲人 來 去這個 這個太平天國的總部 去看 你們到底 是 正經 基督教導 還是不是 去查的時候 啊 都不是 所以 英國人 來支持 萬一 所以這個太平天國 不成功的 重大理由 之一 就是這樣 當時 也是 因為國內 裡面 有 又 爭權奪利 很多 這 社員 一半五三年 來 去南京 定都 南京 這 太平天國 很可笑 不成功 這就是 洪秀泉 他要 向他 向他 威風 威風 還有他們 人 內心 內心 有變化 只有 最大的 所以 荒芋 酒色 還有內風 所以 失敗 我們現在 看到一樣 你如果沒有 將館 你可能沒有去 喝酒 還是將館 再去喝酒 胡作非為 這個 自己要注意 這個 有潛力 說給你聽 黃秀泉 就是失敗 但是 我們說 這個中國 有這個法家 法家是怎麼來的 這個春秋建國的時代 軍權為核心 這個法家的思想就是霸道 但是 他法家 他看 人性 本惡 跟我們現在 他的主部不一樣 我們他的孔悶思想是 人性 本善 他說 人性 本惡 所以 他可以做一個法律 他強調 用法治之類的來 約束 成下 遠勝過一時的人治 用法律來灌 贏家用人來灌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就說法理建國 軍王要用法 法律 術 事 來控制 法家認為 國家社會 和組織制度 因不斷的發展改變 隨著時代的進步 政治制度 組織結構也必須要 跟著變化而調整 所以 所以在當時 法家將這個過程 稱為變化 所以 商鞅變化就是 就是這樣 他 不照 古的規矩 要來控制 一些新的 他認為國家好的 那變化 到有法度堂達到 富國強兵的 奪力 過度遵守 就歸不正式 實質的變化 變化重要性 只會讓組織 逐漸走向 蒼老衰為王 你沒有變法 沒有改變方法 就 不進步 所以我們以後 江德官 不是說 過去做的事情都對 你要去想一個更好的方法 來做 秦孝公 商鞅變化 這就是商鞅的突變 商鞅 有滾的名 這個 因為他是公孫 公孫秧 他是 魏國的公子 所以叫做魏秧 他在歲月的時候 就要行明之學 研究法治國家 後來避醉 魏國宰相公蜀座的加成 公蜀座要去打拼 很長的時候 魏王來看他 來看他 怎麼跟魏王說 你要用這個魏秧 這人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魏王 有聽到 沒有聽到 這個公蜀座 就叫先說 你如果沒有要移 他就可以 就要幫魏秧 抬起 他如果去哪一個 租 哪一個人都會去 哪一個人都在家 會去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都會去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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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人 哪一個人 我跟魏王說要重用你 但是我看他的表情 沒有要重用你 既然沒有要重用你 我說你都要跟魏王抬起 不然你比較快走路 你知道他怎麼說 他如果沒有要重用我 也不會抬起 他就要 這個魏國 就要跟魏王抬起 不走就對了 要向魏王 這個魏王去成果 變化成功 這是另外一件事 這魏王 魏王是去秦朝之後 跟秦孝公四次接觸 第一遍上央公地道 要怎麼做皇帝 秦孝公聽得睡著 不在聽 第二遍上央公公王道 不在聽 連吃飯都沒有吃 還要吃醋味 所以情同義和 這平家愛就十五年會比較厲害 所以實行變法 上央就實行變法 他講到這個人的衛央 上央講到這個秦孝公的 他要做的事 秦孝公不想用帝王之道 但是要用霸道 這個書上跟法家思想結合 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所以在秦國推行徹底的變法運動 徹底廢除了舊有的制度 實行新制度 使秦國很快強盛起來 成為戰國實習第一等強國 但商鞅本人卻遭到貴族保守派的誣陷 被促以策略即行 為社會變革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這商鞅實行變法 變法最重要的阻礙是誰人 就是過去的貴族 貴族 貴族他們得到利益 分到財 拿到大利潤 現在商鞅變法的時候 就把這些利潤體移動 當然這些人就不開心 等一下有一個 多十幾年 變法已經都很成功了 多十幾年之後 秦孝公死去 秦孝公死去 哇 商鞅 糟糕了 商鞅要逃走 要逃走 – 起到一個日子 到日子 就要去住 住一個黃金 那個日子的老闆說 你的身分證要給我看 他說我沒身分證 他說這樣你不可以了 你若無身分證 你若是罪犯 我稍等 你若犯什麼罪 我就變罪犯什麼罪 要去逛台 所以雙方沒辦法出來 這叫做法自閉 他做的法律 台師自己 那怎麼是 用過策略之行 策略就是說 用過策略 用過策略 把腳 手 兩隻腳 兩隻手 和一顆頭殼 把它撥起來 同時 五個方向走 這個策略比較大 人的身體 受到這樣拖的時候 裂開來 轉死去 這叫做策略 策略有兩種 一種是 人要再握的時候 用過策略 一種是人死去之後 再用過策略 是對於死體的侮辱 雙方是這樣死亡的 這叫做策略 這叫做策略 犯人 衛羊 但是 就要說這個 桑蔭依腕 當時還有一個韓非子 韓非子是 戰國時候的哲學家 法學家 法家重視法律 反對儒家的理 因人為 董習地主階級 反對貴族壟斷經濟政治利益 世襲的特權 要求土地 私有 按功勞才幹授予官職 這是很公平的正確主張 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理智 但是 是落後的 不公平的 我們只要這樣說 一點點久了 我們就休息十分 休息十分 休息十分 各位好人請起立 走勒 下課休息十分 拜託 拜託